親自捧著神像和廟方人員 還有信徒進行安座儀式 好久不見的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19號上午11點鐘 現身板橋慈惠宮 自從退出總統大選後 郭董這陣子神隱不露面 隨著大選落幕後 這回他首度現身 郭台銘腳踩不斜一聲輕便 許久沒露面的他 氣色看起來相當不錯 2024這一局究竟支持誰 似乎成了過往雲煙 而就在同一天 侯儀也在新北板橋 舉辦第一場感恩茶會 教主總統失利侯儀一向支持者致意 也喊話大家別灰心 因為國民黨已經在改革路上 百年大黨 要轉身 沒那麼簡單 要讓你投大象 又笨又重 一下要讓他轉身 就不容易 不要期待他馬上明天會跳舞 只要侯優儀再的一天 我會跟大家新年新在一起 讓重新 見過一個新台灣 卸下候選人身份 接下了侯優儀會利用下班 不影響公務的情形下 全台卸票 就盼持續凝聚黨內力量 和大家一起打拼 華視新聞張宣簡宏綺新北報導